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這次要來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是一個無神論者 請各位想像一下以下的場景 你去參加一場演唱會 現場擠滿的觀眾 但是你發現舞台上根本就沒有人在表演啊 甚至連一點音樂都沒有 但是台下一堆觀眾 然後你問他們 沒有人在表演你們在嗨什麼 其中一位觀眾回答你 有啊你沒看到五月天在上面唱歌嗎 但是另外一位觀眾卻說 屁啦什麼五月天聽你在鬼扯 他們明明就是少女時代好不好 然後呢另外一位觀眾又嗆他們兩個 說在舞台上的明明就是小甜甜不然你想怎樣 然後當你再次強調你什麼都沒看見的時候 他們卻一起嘲笑你 說上面明明就有人在表演 只是你信念不夠所以看不到 但是他們卻又互相爭吵著 到底誰才是站在舞台上那個人 這就是一個無神論者所看到的畫面 全世界大約有四千個主流與非主流的宗教 而每一個信徒都堅持自己的宗教才是唯一的真理 也就是說基督徒不相信另外三千九百九十九個宗教的神 穆斯林也不相信另外三千九百九十九個宗教的神 而我只不過是比他們多不相信一個宗教的神 就是這樣子 基本上我們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為什麼我不相信神 很簡單因為我沒有看過啊 你們有誰看過神 如果我現在跟你們說超人就站在我旁邊 你們沒看到是因為信念不夠 你們一定會把我當神經病 雖然我本來就是了 不過說真的如果真的有神 他一定可以阻止我繼續拍攝這部影片才對 所以我現在決定給各位信徒一個機會 如果上帝現在出現在我的面前 我一定從此變成一個虔誠的教徒 畢竟神是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 所以呢廢話不用多 我們給他三秒鐘時間現身 一 二 我靠 我靠我真的看到了耶 我看我鄰居沒穿衣服 很多人都說基督教是一個勸人向善的宗教 但是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你們可以隨便問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一個監營掠掠殺人無數的罪犯 認錯悔改並且相信上帝 跟一個一輩子都安分守己從來不犯法的人 但是他是個無神論者 哪一個會上天堂哪一個會下地獄 因為上天堂和下地獄的標準 根本不在於你做了多少好事或是壞事 而是取決於在於你相不相信神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好好想一想 有多少國家現在還在戰爭當中 看看北韓、看看非洲、看看全世界 有多少人因為沒有飯吃而餓死 有多少人因為天災而失去了他們的家人 又有多少人 閒閒沒事在那邊看我的頻道了 如果真的有神 他是不是該做點事情 二戰時期有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 請問一下神在哪裡 非洲平均每15秒就有一位孩童 因為生病或是飢餓而死亡 請問一下神又在哪裡 神愛世人這個道理大家都聽過 所以他是不知道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無知 或是他知道卻沒能力去做 無能 還是他知道也有能力去做 但是他選擇什麼都不去做 見死不救 請記住 只要是人就一定會經歷生老病死 並不會因為你有信教你就有特權 不會生病 不會發生意外 不會死亡 每個人都公平的 當你今天生病痊癒 或是在天災來臨時逃過一劫 要感謝那全能的造物者的同時 不要忘記 是誰創造病毒讓你生病的 也不要忘記 是誰創造天災讓你差點死亡的 這次的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肉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肉碎碎唸 我們下次 按轉轉轉轉轉轉 就